大家好 我是前TPS輔助選手家維 然後現在是TCS的賽評 最後一位是帥氣質疊滿的阿維 在最近跟BBA搭配來說的話也算是越來越好 這兩個選手都是我以前有搭配過的選手嘛 那阿維是一個非常沉默的人 不太喜歡講話 真的嗎 但是 對 喝完酒就不咬了 沒有啦 我現在是有包含大學講師 然後還有身兼算實況主 然後還有算是LSC的賽評 我從剛台服一開的時候就完了 所以是S2到現在是S10嘛 所以是9年 感覺像是有點算是我的一切 現在 當後勤的時候比較像是 要幫選手調整他們的狀態 然後在當賽評的時候是 想辦法讓觀眾知道這個遊戲的進程 跟他們了解的程度這樣 這個目前畫面帶到的隊伍是在 熱點熊的部分喔 是熱點熊呢 他們一樣打野位呢 是之前的職業選手NAZ 我覺得跟我年紀比較有相關 像我年輕的時候就比較喜歡選手 然後中間的時候就剛好是教練 其實我覺得現在是教練最多 我還是比較喜歡當教練 然後賽評可能是中間 最後一個 我覺得 校園聯賽比較多新人 所以他們的程度跟職業聯賽相差距有點太大了 你是忽尼 對原來是忽尼 結果閃橋直接被圍勾在原地 往回頂了一下之後 越的血量很低 比比已經開啟了Q技能的攻速 還加閃線 邏輯清晰吧 知道自己隊伍現在所需要的 然後知道對手現在怕的 硬要說的話 意識肯定比超級重要 我有另外一個狀況是 我有遇過韓國選手 所以其實在溝通上方面 也是很有障礙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透過一個翻譯 這個也算是挺難教 不一樣方面的難教 我覺得 比較固執的 就比較 固執然後又很皮的那種 幾乎就沒什麼救 肯定是會影響啊 所以我都還有在玩 我有一直在熟悉每一隻角色 你懂吧 因為我自己看比賽的 場數可能比你們打遊戲的場數還要多 我覺得經驗夠了之後 反而看比賽的 場數經驗會比較多 應該還是會喔 因為我從 還沒有幼稚園 基本上就開始在打電動 所以就打打打打打 打到最後就剛好就變這樣 我本身就喜歡電競 努力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就不用談 然後再來就是天分 天分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天分比努力重要 因為努力就是 對於選手是一個最基本的要素 我覺得 第一是 技術是不用談的 那再來就是 溝通上 可能要 能聽取別人的意見 然後心態上是 就是不要輕易的放棄 我覺得任何投入電競的每一個人都很努力的在這邊 幫助這個產業 我覺得這個產業很需要心血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賽區 就是不管怎樣都對它還有一定的期待 因為畢竟是我待了 因為我在這個圈子待那麼久 然後 也是在這個賽區待那麼久 所以 不管怎樣就是 還是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外界不管再怎麼說 就是它還是我最愛的 最愛的一個東西 五分鐘很長了 五分鐘很長了啦 不要低調啊 好嗎 好嗎 好嗎